欢迎来到我们的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三则重要新闻 快来看看吧 首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了为期六天的欧洲寻访 先后访问了法国 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 习近平受到了盛情款待 两国还签署了多个领域的合作协议 华尔街日报称 习近平乐于与这些被称为欧洲辩解者的国家拥抱 共同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中国和古巴关系的最新进展 古巴宣布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免签政策 并将恢复两国之间的直航航班 此举不仅带动了古巴旅游的热度 还被认为是中国在反制美国单边制裁的策略之一 分析指出 古巴在中国挑战寄存世界秩序的蓝图中将占据重要位置 最后 公民记者张展在经历了四年的牢狱之灾后 应该已经刑满释放 但他的去向却沉迷 张展因记录武汉疫情而被以寻衅滋事最判刑 他的健康状况一直令人担忧 张展的朋友和支持者目前无法确认他是否已经回到家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为期六天的欧洲巡访中乐于与被称为欧洲便捷者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拥抱 习近平在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期间分别受到了盛情款待 在匈牙利 习近平与总理欧尔班会谈 两国签署了18项合作协议 涵盖基础设施 核能和汽车等领域 匈牙利近年来积极参与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项目 成为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 塞尔维亚也在习近平访问期间重申了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并表达了与中国构建共享未来的新共同体的愿望 法国作为习近平此次欧洲寻访的第一站 与中国有着独立与美国的外交关系 并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 BBC News中文报道 中国与古巴之间的关系在近期显著升温 古巴首次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免签政策 并恢复了因新冠疫情中断的直航航班 此举不仅推动了两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还被视为中国反制美国单边制裁的策略 古巴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 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有紧密合作 尽管古巴的投资环境对中国企业来说具有挑战性 但中国仍在古巴的能源、基础设施和电信等领域进行大量投资 分析认为 中国通过加强与古巴的关系 意在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并在拉美地区扩大影响力 BBC News中文报道 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在遭受了四年老狱之灾后 应该于5月13日获行满释放 但他的去向为明 张展因记录武汉早期新冠疫情而被以寻衅滋事最监禁 他在狱中多次绝食 体重一度降至不足40公斤 张展的家人和朋友目前无法确认他是否已经出狱 且家人频繁受到警方约谈 可能面临继续被约束的情况 张展曾因拍摄疫情期间的真实状况 而获得国际人权奖项 但他的健康状况和未来处境仍令人担忧 法律专家和支持者 希望他能够在未来继续为人权发声 并期待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改善 今日华尔街报道 中国社会正面临大面积溃败 根源在于体制之恶逐步走向互害社会 吴国光指出中国的刚性统治正面临脆断的风险 近年来中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从经济困境到社会信任的崩塌 皆因体制的僵化和腐败所致 吴国光认为互害社会的形成是体制恶劣的直接结果 人民在面对体制压迫时逐渐失去了对社会和他人的信任 导致社会关系的恶化和人际间的互相伤害 刚性统治虽然在表面上维持了社会的稳定 但实际上却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 一旦统治结构出现裂缝 整个社会将面临崩溃的风险 新洲网报道 台湾当选总统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发表演说 承诺维护两岸现状 并提出与中国对话的四大原则 互相尊重 互利互惠 尊严且不预设前提 赖清德表示 台湾将继续捍卫全球的民主价值 推动希望工程 致力于打造一个民主和平 创新繁荣 公益永续的台湾 他强调台湾在对抗威权扩张的最前线 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经济胁迫 台湾人民选择乐观与希望 拒绝屈服与恐惧 赖清德还指出 台湾将强化国防和经济安全 与民主国家建立伙伴关系 确保两岸关系的稳定 他呼吁自由世界团结起来 共同面对威权国家的威胁 打造一个和平 自由与繁荣的民主世界 网络媒体报道 中国知名地产商亚居乐 在香港交易所公告 公司因流动性压力 未能支付境外债务利息 导致股价暴跌于17% 亚居乐表示 将与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 探讨最佳解决方案 以实现长期持续发展 亚居乐今年前四个月的 预售总值大幅下降 反映出公司面临的严重财务困境 亚居乐成立于1992年 是一家多元业务 协同发展的综合性企业集团 业务覆盖中国国内外200多个城市 尽管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亚居乐表示 将继续推进项目交付和加快物业预售 以改善资产负债状况 公司的困境 反映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整体疲软 和系统性风险 明镜新闻台报道指出 中国三中全会即将召开 但人事安排仍存在重大悬念 引发外界广泛关注 在国际舞台上 美国总统拜登对七类中国商品 课税100% 导致中方强烈反应 此外 白宫还勒令中起出售 位于怀俄明州的一处房地产 与此同时 中国一名特工 叛逃澳洲 爆出秘密警察诱捕 反共网红的惊人内幕 国内方面 抖音新规 终止推送 实证财经等信息 引发用户不满 一家则成为 中国青年眼中的穷鬼食堂 吸引大量年轻人前往消费 南京一副教授因 为通过考核而自杀的事件 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图访乌克兰 与总统泽连斯基会晤 强调美国的军援 将改变俄乌战场局面 布林肯表示 部分援助已经抵达乌克兰 更多的援助还在路上 以帮助乌克兰抵抗 俄军的进攻 自从俄罗斯2022年 入侵乌克兰以来 这是布林肯第四次 访问乌克兰 泽连斯基呼吁美国 提供更多防空物资 特别是爱国者导弹拦截系统 布林肯的访问旨在 向乌克兰人传递强烈信号 表明美国将继续支持 乌克兰的防御努力 与此同时 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地区的进攻 仍在继续 给乌克兰部队带来巨大压力 美国之音中文网还报道 英国外交部应三名男子 被控为香港情报机构 在英国从事间谍活动 而召见中国驻英大使政策广 英国政府指控这三人 违反国家安全法 涉嫌协助香港情报部门和外国干预 这起间谍案引发了中英两国的外交摩擦 香港特首李家超为香港驻英经贸办事处的工作辩护 强调不接受任何无理指控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和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 均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英国政府编造案情和无理指责 香港回归后 北京逐渐收紧对香港的控制 特别是在2020年强推港版国安法后 香港的民主自由遭到严重打压 中央社报道 英国政府通讯总部GCHQ首长巴特勒 在博明罕的Cyber UK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 警告中国正试图在未来10至15年内 主导全球科技标准 他指出 中国在网络领域的不负责任行为 削弱了全球网络安全 并对英国构成了日益增加的风险 巴特勒强调 为了应对这些威胁 英国将继续与五眼联盟盟友 以及产业和学术界合作 他还提到 中国的行为不仅仅对英国构成威胁 也对全球的国际规范和价值观造成重大风险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和其他情报机构也曾警告 中国的黑客组织福特台风 Volt Typhoon 可能已经潜伏在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中 准备在危机时刻制造混乱 明镜火拍的冯盛平专栏文章 探讨了美国与中国作为两种不同文明的对比 冯盛平指出 美国和中国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巨大差异 导致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不同表现 他提到 美国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 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而中国则通过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 逐渐在全球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 冯盛平还分析了 两国在科技、军事和经济领域的竞争 特别是中国在网络和科技标准方面的雄心 他认为 中美两国的竞争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对抗 更是两种不同文明的较量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了 香港旅游业在五一黄金周期间的表现 尽管防港的中国大陆游客人数激增 但许多人选择了一日游而飞过野 这种现象反映了香港旅游业面临的挑战 包括高昂的住宿和餐饮费用 以及服务质量的问题 报道指出 香港过去作为免税购物天堂的吸引力 已经被中国大陆的一线城市和网络购物所取代 专家建议 香港需要推陈出新 开发新的旅游路线和产品 并提高服务质量 以吸引更多游客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强调 香港要树立无处不旅游的理念 积极应变求变 走高质量特色化的旅游发展道路 美国之音中文网 近年来 香港一直期望重振旅游业 以抵消疫情和政治动荡带来的经济损失 今年五一黄金周假期 虽然访港的中国大陆 游客人数同比激增 但许多人都选择了实惠的一日游 广东恩平市的梁小姐表示 疫情前每月都会去香港旅游 但现在每年仅去两到三次 且几乎不在当地过夜 她指出深圳的酒店性价比远高于香港 很多游客选择回深圳住宿 此外梁小姐提到 过去她主要在香港购买奢侈品 但现在更多是购买药品和配方奶粉等在中国大陆 缺乏安全保障的商品 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悦认为 香港的吸引力和性价比都不如从前 尤其是反送中事件后 中国游客对香港的印象变差 上官新闻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会见 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时提出 香港要树立香港无处不旅游的理念 积极开发旅游新路线和新产品 上海报业集团旗下 上官新闻分析指出 不少大陆民众的境外游都是从香港开始的 但近年来香港的旅游体验不佳 尤其是基层服务从业者的态度 令人失望 台湾学者李奇悦认为 香港旅游业要克服困境 必须在景点方面推陈出新 安排大型国际级演出 并大力改善旅游服务品质 去年香港除夕夜的跨年烟花会演 吸引了大批中国游客 但很多人滞留在港铁站或口岸 事后大陆网络舆论狠批 港府管制效率差 五一黄金周期间 尽管中国大陆旅客人数同比激增 但不少旅客选择住在深圳 香港旅游发展局数据显示 不过夜旅客的人均消费大幅下降 加拿大之声 美国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 先进电池 太阳能电池 钢铁 铝和医疗设备征收新的关税 这些关税将在三年那份阶段实施 财政部长耶伦表示 美国并非寻求在这些行业上 占据全球主导地位 但希望确保拥有健康而活跃的企业 以稳定供应链 中国认为 加关税违反了全球贸易规则 并驳斥美国的说法 指昂贵的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 只会使摆脱化石燃料变得更困难 拜登政府官员强调 关税决定并非为11月总统选举而做出 但关税将有助于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 这两个关键选战州的工人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